各位晚安,你聽到香港時間是晚上12.9 這一節我改了的就是講台灣,因為這段很多人討論 但是你知道美國國務院作出改變文件上 5月5日作出改變的,原本是2018年8月31日發出的 那份是《US Relations with Taiwan》 那個是一個flashit 由《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所發出的 即是一個最述事實的文件 這個最新版本就是5月5日發出的最新版本 5月5日的最新版本就出現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我就不用微信上的中國那個譯本 因為那個譯本很狡不雜白 那個好像是Google Translate的物體 我就不想用Google Translate的物體 但是我想你純粹看英文版 你就明白什麼事情 首先一件事,以往那個版本有一句很清晰的說法 有關台灣獨立的部分 就是2018年那個版本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t Maintaining strong and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is a major goal in the line with the U.S. desire to furthe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他這句就很清楚了 這句話不硬解 美國人的英文都不硬解 永遠都 美國人不知道唐一唸 但是這句話是最新的說法 已經查了 沒有了 已經是 變成了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ong-standing one-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 Act and the Free U.S.-China joint 叫做Kami-Krit 即是一些聯合公佈 聯合公佈其實他用了一個 不知法文的詞 他很強調是六項保證 OK 六項保證 OK 他的寫法完全不同 OK 這件事是令到 他強調是抗保證 以及 再沒有 Statement反對台灣獨立 這個是 一個重大的轉變 你習近平水溝普京 打烏克蘭 你現在這次舔了 你舔得很厲害 之後呢 這個會觸發新一波 即是 我猜可能除了是 香港那些 丁屎這麼大的地方之外 我想會觸發新一波的 新的民族國家 或者新的一些 的興起 或者 比如說 統獨 那些疆界的變化 興起 我覺得 你 習近平當初水溝 普京非常不節 我怎麼這麼說呢 你 在烏克蘭戰爭之前 我想 國際社會對民族國家的看法 某程度上 都仍然 會有 real politics 存在 即是現實政治 即是有時候 因為現實政治的問題 有些不合理的疆界被容忍 有些不合理的疆界變化被容忍 被 就好像 俄國入侵克里米亞 以及 找民兵佔頓巴斯 其實俄國的非法佔領行為 無論在佐治 烏克蘭 或者摩爾多 都有這些行為 但是這些行為要被容忍 不是合法 not legal 國際不承認 但是被容忍 甚至土耳其有做這個行為 德塞浦斯就是 德塞浦斯那個 土俗共和國是甚麼 這些是一些非法佔領土地 或者譬如台灣明明已經是一個 擁有主權獨立的地方 但是 它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這些以往是被容忍的 但是 以此烏克蘭戰爭確立了一件事 除了那些所謂偽反戰左膠 那些左膠應該抓住他們 跟俄斯蘭中國之間的關係 到現在都反對賣武器那些人 今天有人在外因金屬門口抗爭 那些人我真的想知道那些人的背景 其實憲法部的局 應該查那些人的背景 雖然我是外因金屬股民 但不是因為我的股票問題 是那些人 我講過難聽一點 真的是 偽和平主義 和平不是靠 不賣武器去衝突地區可以解決的 你怎樣 明明別人被侵略 你都要怎樣 有得他不幫他 有得他被俄國打 神經病的 這些人全部抓去西伯利亞 我真的這麼說 有些左膠 我覺得應該是要查他們 跟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這些人沒得容忍 但是 你問我我怎樣看 你現在的問題是 你烏克蘭提醒了一件事就是 你縱容這些不民主國家 或者民主有缺陷的國家 以民族為理由 非法侵佔他人土地 不尊重當地人 以住民自決的原則 來建立的政權 這件事不對 現在全世界不接受 這個基本價值觀 就是 黃毓宇講大歷史 每一次都講 一次大戰也好 二次大戰也好 那個高度動員那件事 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地圖 即是你一次大戰 改變了一次 改變了一次歐洲 二次大戰 你那個高度動員 那時候沒有想過 這個 是導致殖民地帝國 改變了一次 但是最後就是殖民地帝國 全面瓦解 所有殖民地帝國 煙燒雲散 因為你搞種族 和你搞種族主義變不合時宜 每一次大戰 你那個高度動員 都會對社會的深層結構 和共識的話 有一個高度的影響 但是這次烏克蘭戰爭 大家都意識到 哦 原來你縱容 由希特拉到普京 你縱容那些人 以這個所謂民族名義 進行侵略這件事 不尊重民主這件事 是不行的 你最後就得來暴政 你會威脅民主的 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既然要給烏克蘭 要加入歐盟那些 下一步大家要想的問題就是 台灣 台灣是不是還要不承認他 這件事 美國 解釋不了 你現在我不斷被軍備烏克蘭 然後我不斷被 如果我要協防台灣的話 我 我什麼理由 出什麼事 那你最後就是 你又要承認 主權是中國 又不尊重台灣 獨立的權力的話 那你要幫什麼策 這個會 會造成在論述上的一些缺陷 那現在不用了 直接沒有 美國不是特殊 支持台灣independent 台灣independent 就是overquestion 就是我承認一個中國 第一一個中國 台灣不是中國的部分 台灣的項目保證就是 台灣的主權是自己的 那就是一中一台 這個不是法理 上去改變法 未改變 但問題就是 即使美國的方向 出現更大的轉變 那個轉變就是 即使美國會承認台灣的獨立 差了幾時 你這樣看 就算由尼克遜訪華到 美國轉移 即是和中華盟的斷交 那個過程又 都過了幾年 都用了幾年 都不是說一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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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由尼克遜總統訪華 即是大家沒有想過一個這麼反共的 尼克遜走去訪華 都 後來卡特總統一國 就馬上切斷和中華盟國政府之間的聯繫 這個我相信 特朗普開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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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又是民主黨 又是民主黨 的總統出身 拜登會完成 特朗普和特朗普很低的最後一步 就是承認台灣獨立 跟著 有人說承認台灣獨立 會打的 美國已經預了 你見到美國叫台灣買軍備 已經預了會承認台灣獨立 預了 這件事已經是 我可以在某個程度上 三美主成術法 換言之 如果你中國侵入台灣 這個將會是一場不義之戰 美國是有共識的 美國預了打 因為歐洲 烏克蘭這場美國不打 只是提供武器 當然 我買武器那裏 你也看到 他會想 某個程度上 複製烏克蘭模式 所以 買武器那裏 我也順便說 我的看法 但是 至少一件事就是 因為台灣是一個 民主選出的 主權在盟的政府 所以 你中國 你不能夠搞它 因為 你不像頓巴斯那些 傀儡政權 有政黨人替的 台灣是最高度的自然自由 高度的民主區 所以我說 為何香港人不要過去台灣 還有人在這裡罵 英文那些 我就直接封鎖人 這裡的老觀眾 已經有幾個被封鎖了 一兩個 我被封鎖了 但我幾天在這裡說話 你不知道自己的邏輯 你不知道自己的邏輯 你不知道自己的台灣為止 台灣真的會開片 大哥 你好 你那些手足 真的聽你那些傻子 怎麼 走了去台灣 你不死? 台灣沒有陸路邊界 大哥 烏克蘭有陸路邊界 你有事你還可以坐火車過來 OK 坐火來波蘭 可以坐來匈牙利 可以坐來和馬尼亞 我想問 如果你台灣有事的話 你坐去哪裡? 頭不奧海嗎? 拆了家裡的浴缸頭 頭不奧海 你是不是這樣做? 不負責任 大哥 我現在都不覺得 我連六倍都應該要送回中國的時候 我不會贊成台灣放寬對香港人 因為安全上太不安全 除非台灣外政部 清理了一批裡面的親國民黨人士 以及將部分有問題的人 好像鄭鴨、黃毓民那些人說出去 我認真 中出洋子 中出洋子 中出洋子是一定要說出去的 不用說 這些全部都是人渣的 不知道有多少是親國民黨那些 走了的台灣 沒有辦法 我可以說 美國出了這個姿勢之後 其實是戰火逼近的 因為 你這份東西出了街 現在有中國人譯了中文 當然那些譯本是九五八八的 OK 那問題就是 好了 譯了做中文 OK 習近平受刺激 那又怎麼樣 習近平受刺激 頂不住 他就去局打 這麼簡單 習近平二十大 但是他在二十大之前 你給了一份這樣的東西 他去炭 然後你現在習近平 你打不打 現在一個球在他那裡 習近平不打 他就變成普京 他現在跟普京困境沒有分 你獨裁者玩得太多窮兵 族沒有東西就是這樣 你獨裁者 你純粹經濟主導 你什麼都經濟道向 你更好些 全世界都更容忍這些 你現在的獨裁者 就是你經濟 有錢 都沒有錢 就搞擴張主義 搞擴張 到處亂溝 這樣兇人 沒得說 全世界都靈教過幾班傢伙 有兩個錢又怎樣 鬆無鬆逆 那些混蛋 所以 你看到一件事 美國遲早承認台灣獨立 遲了問題 這個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我想很多人沒有心理準備 台灣獨立突然間飛出來的時候 究竟香港的局勢是怎樣 所以你問我 為什麼我叫香港有BNO的先離開 其實有一件事 我也要補充一下 這件事 其實我看起來是有點不安的 這個 一般傳媒沒有什麼報道 一般傳媒沒有報道 因為我們這些 在歐洲看軍事的東西 才 你好像那些軍武人 軍武人只是看飛機大炮 你不會看軍隊動向的 好嗎 Bundersweer和荷蘭軍隊 前日有一個聯合演習 那個聯合演習令我很不安 為什麼 因為它的題材就是在海上撤橋 海上撤橋 沒有位置 然後離開 EU Citizen 你沒有一點會進行一個撤離EU Citizen 去海面的演習 是不是 你說馬拉波 或者是為了奧德薩 撤離戰 問題就是奧德薩 你不需要海上撤離 奧德薩 奧德薩很近 火車很近俄馬里亞 你不斷的話 其實很容易運人離開 現在很多事件 有嚴重的事情 早就叫人們坐火車進俄馬里亞 對不對 你這麼近EU MAMASDAY 你那些驚訝的物資 就向烏克蘭走 然後烏克蘭的火車 就運回出口貨品 或者是出口貨品 減少選手 或者是濫民 Refo GX 出回來 但是 海面撤離 海面撤離我們 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香港撤橋戰 要不就是台灣撤橋戰 因為它的預想 就已經在這兩處出現 撤橋 撤橋的時候 要撤離歐洲公盟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搞 你覺得沒有戰爭危機? 你記住這件事 那些軍事演習的惡用 不是求他們定的 那些軍事演習的惡用 在某個程度上 是反映歐盟 那個 尤其是NATO那些 Kai Commander 那些 思考方式 就是他會 預計會有什麼軍事問題 會避免 即是避免 我們就要有這樣的意願 就是好像 為什麼烏克蘭這次打得這麼成功 那些NATO 標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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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會石頭爆出來的嗎? 那不是的 他 一早NATO 為什麼會NATO 為什麼標槍 會被烏克蘭已關閉 是全部北日的軍 那些高級象徵 計過了 會預測到 你的軍事動向 即是 會集中了 Rushian的 英雄 大致上 他模擬過一次 他演算過一次 大致上 你可能會怎麼打 原來你仍然是二次大戰 坦克烏牛戰 那怎麼說 全部單兵武器 然後怎麼說 一枝枝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 何得 軍事演習 你會想到 有餓味的 一定有不妥的 現在美國出一份 這樣的聲明 你猜到有事 我會聞到餓味 你想想 德河軍事演習 這些東西 阿Bunderspiea Facebook有的 不是什麼秘密 我是看到的,我會留意Bundersphere的動向 這些是基本上Bundersphere、U.S. Army的動向全部都會留意 公開文宣的動向都是一個有價值的智慧 所以為什麼美國叫台灣買那些不對稱武力的武器呢?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不對稱武力你夠的話,其實你是能夠抵禦的 第一,你台灣第一波眼吃美軍,就是一些及時部署的日軍美軍 第一,第二就是台灣軍方有些人的way of thinking 真是夠的 台灣陸軍真是夠的,很多夠人的台灣陸軍 真是好像于北辰少將那些那麼專業的,是很少的 我告訴你,于北辰少將這隻 因為于北辰少將和郭文堂反了面 吳思維這些大中華賣台交的很多 我告訴你,因為台灣軍隊的國家化是更嚴重的 原本他是黨軍,原本所謂的國軍是中國國民革命軍 甚至有些人仍然覺得台灣軍隊是國民黨的私產 他覺得國家都是國民黨的私產 因為馮穗帆那些我很尊重,但我不會認同的 但是馮穗帆那些算了,他有這麼多年紀 那些就算了 但是問題 喂 朋友 如果你仍然是瘋心等 比如那些武器你覺得太貴 比如反潛直升機 覺得太貴買不下去 你哪會買不下去 你明知中國這麼多潛艇會威脅你 你說反潛直升機買不下去 你那些人是瘋心的 你會按鈴嗎 你怎會買不下去 你明不明白 我會覺得台灣官方有很多人是很困有問題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叫大家不要過台灣的原因 因為台灣官方有些人是按鈴的 你怎會說反潛直升機太貴買不下去 但是台灣 周圍被中國的潛艇威脅那些人說不用買反潛直升機 你海島國家的 你按鈴的 你真是靠美國 你打算靠日本跟你玩反潛 你瘋了 然後你看到很多東西 匪夷所思 譬如你說買榴彈炮那些 其實台灣不是先買榴彈炮 你的思維靈異 整班有二次大戰模式 台灣要買 真是買海馬斯多管火箭 那個真的要買夠的 美國那些 他建議的武器清單是有的 你是要跟美國的食譜買 簡單的 因為有些 他是看清楚中共的情報之後才作出這個決定 你是應該跟美國的食譜買的 還有 還有買足 你看到烏克蘭都 他跟美國的食譜 最多美國捐的後 因為烏克蘭都是相對窮 然後他甚至自己買的 就是跟美國的食譜買的 這次打得很成功 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對台灣軍方 有些人 即是那些黃暴軍 所謂的黃暴軍 還有什麼黃暴精神 那些黃暴軍 我 輸眼應同 你問我台灣有沒有引誘 我有擔心 只不過就是怎樣 你說如果叫台灣人公開 都湯狗這班老 cumplida 我就覺得 有點難為情 是什麼意思了 你連IFAK 所有人都不用笨 沒有人配上IFAK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豐富 IFAK antidote 加加加戶戶 應該是一個加合 就差不多 有這樣 天 Ziel 你軍方拿不允那個回憶 你自己家裡的那一套我出來用,你隨時打仗,甚至我覺得台灣是不是要走瑞士兵役模式 全民家裡有智槍,有什麼事就怎樣 我一打仗,我家裡送子彈來你家裡就準備開片 甚至是不是要定期奉獻用N-O,全民用N-O,全民練習用N-O 你派一支N-O,飆槍那時候隨時怎樣,你還要解放軍進來又怎樣,我打到這邊 然後跟他開罐,開罐又炸到變成鐵片,廢鐵,什麼都怎樣 是不是這樣 這幫人沒有常識啊,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匪而所思,所以 如果美國國務院這樣改變對財事務合成,你留意一下 美國已經是準備,美國有緊迫感,我猜美國是收到這些情報的 總之,這份聲明都不是這個時候的事,突然間改變,這個時候改有原因的 所以我都是勸國發生了,而且如果你要走的話 可以走去西方國家,第一時間先去西方國家 我再說一次,如果你有BNO,就走去英國,不要再想台灣這件事 不負責任這件事,太危險了,不負責任這件事 我今晚就講到這裡,第二節 第三節,香港時間早上 你說葛珮帆,還是說菲律賓大選,還是說俄斯那個 我還在想,因為我不想搞四節今天 搞四節我就受不了